那像叔叔阿姨 因为你也知道嘛 现在结婚嘛 平时要彩礼 我想问一下 那叔叔阿姨 对彩礼这边的话 是怎么看待的 但好像重庆这边 是没有要彩礼的时光 对 咱们这个重庆的话 说白了 一般都是女房道具 这是真实的 我知道 但是对于这块的话 说白了 现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但是困理的都会有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爱情靠争取 我爱不放弃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凡人有喜 我是今天的相亲特派员张征 好 各位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这位男嘉宾 年纪轻轻 很年轻 23岁 可是这么年轻 据他说 就是我们凡人有喜的铁粉了 忠实观众 不光是喜欢看我们的节目 而且今天还亲自 特意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说到这个择偶要求 男嘉宾的要求也很简单 他要求对方孝顺 然后两个人三观一致 有共同的理想 和共同的爱好就好了 那么这个男孩 到底什么情况呢 我们通过短片 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男嘉宾 我叫燕恩 现在身高1米75 现在是一名 教育行业的销售人员 约行7000块钱左右 今天很高兴 能够来参加咱们的 这个凡人有喜相亲节目 我自己的兴趣爱好 其实有很多 后来从事工作过后 所有的兴趣爱好 也没去怎么实现 比如什么唱歌 钓鱼 旅游 这些暂时性的 都没去实现 但是我希望能够以后的 这个女嘉宾 然后一起去实现 我个人的性格的话 为人比较诚恳 当然这个善于交友 在职场上 然后朋友也比较多 之前的话 我有一两段感情经历 因为那时候的话 还在读书嘛 然后自己本身年龄还小 可能对感情不是太过了真诚 然后说对感情不是太负责 希望我现在连长过后 对这个感情的话 可能是相互认真的去对待 我可能不会再争吵啊这些 对今后生活 我希望我们会越来越好 如今日渐成熟的男嘉宾 对另一半有怎样的要求呢 我的择偶要求呢 也比较简单 对只要是对父母好 然后两个人本身的话 对工作呀对生活 可能两个人一起去创造 去努力 然后去维持另一个家庭 就是我们所建立的那个家庭 然后其他的也没什么 只要希望两个人相互包容 彼此人习就好了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牛喜 我是情感观察院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23岁 是一位教育销售 对于另一半的要求呢 真的很低呀 它只有两个要求 第一个是要对我的父母好 第二是要有稳定的工作 实话说这样的条件的话 在我们重庆 真是大把的年轻女孩 都具备这样的条件 那么我们男嘉宾呢 自身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 他曾经谈过恋爱 而且也说过自己曾经 对感情不是特别负责任 因为太年轻嘛 但我觉得现在23岁 也很年轻啊 难道现在就已经转变成 一个对感情忠贞的人了吗 那么你的表现到底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相亲就能见到答案 根据燕先生的要求 我们为他物色到了一位 孝顺父母的女嘉宾周小姐 周小姐的要求 燕先生又能否符合呢 大家好 我叫周妮儿 然后来自重庆朗安 然后今年是22岁 身高是163 然后现在的行业是平面设计 月薪是3500 然后现在处于一个 还工作的状态 谢谢大家 之前呢 只有一段感情经历 都是他是外敌人 然后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相联 毕业之后 他都回他那个地方去了 然后我觉得都是一敌人嘛 然后我两个都觉得不合适 都分手了 没什么感情经历的周小姐 在朋友眼中又是怎样的人呢 我是她的朋友 然后我朋友啊 其实平时人很好 然后平时对我们朋友这些 还有在物质对家的这些 反正都很有孝心 然后我们平时朋友之间的 反正有哪些事情啊 不管是小事情大事情 只要找到她了 都是很热心的来帮助我们 然后朋友平时性格的方面 也是很好的 然后反正看得出来还是很温柔 然后又比较爱笑的一个女生 然后还是希望男嘉宾如果成功了的话 要对他好一点 然后要好好的爱护他 都说我能够多吗 在朋友眼中如此优秀的周小姐 会不会有很高的走舞要求呢 然后我对另一半的要求啊 是希望她性格好 然后又散情心 然后未来的话 两个人可以一起打拼 好了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女嘉宾 是一个平面设计师 对于另一半的要求 可以说是非常的让直男开心的 因为她是一个不在乎物质条件的 认为年轻嘛 我们可以一起打拼 这句话其实真的会温暖 很多年轻男孩的心 那么是否能够温暖到 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呢 还要看两位见面之后的场景 好 我们把男嘉宾小燕请进来 欢迎欢迎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哎呦 这个是我现在那个热灰 来来来 面对大家看一会儿 冷不冷 小伙子 不冷 不冷 我今天穿的比较多 你那个还穿的比较多 你穿那个橙衣还剩了啥钱 我穿 连冬天是加重的 对 因为肯定不能买夏天的橙衣 因为橙衣嘛 有很多重啊 哦 对 那个橙衣是加了重的 对的 那你既然橙衣加重的 我还是不直接整个包衣 因为今天嘛 有点热可能 还有点热 不是 我怕那种人还会流汗 那种知道吧 我觉得看得出来小燕 你还很注意细节 也还好吧 后来工作了嘛 而且还特别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 因为做销售嘛 肯定是 不管是说话呀 还是什么之类的 可能穿着 言行 截止 然后这个盘子都是很重要的 我给你今天这一套穿着打扮呢 可以打个至少8.5号 好 谢谢 你看颜色很简单 就是黑色 白色 对不对 颜色太多了以后显得很复杂 对 因为东西 而且这个长款的这个羽绒服呢 显得人很修长 很高挑 然后呢 长海了他就穿这个也不合适 皮鞋你看看也是蹭量 不错 不错 头发亏在上尾龙眼儿 你头发那个打起来 我知道今天我故意没弄的 酷 因为 因为说实话呀 因为我后来我发现我之前创业嘛 然后因为之前才睡 每天睡四五个小时 然后掉头发掉很厉害 后来我出去上班了 也没这么掉头发 如果我弄上去的话 就显得头发有点少 能理解吗 你两个脸情 你都开始会发极限担忧咯 如果说头发太少了 我怕有些女孩子 她不喜欢头发少的那种 她害怕有早 还好 还好 你这个叫聪明绝顶 聪明绝顶 不过我是说到这 我笑颜我还是叮嘱你一声 你这个这么年轻 你现在搞事业 搞创业 这个奋斗 都可以理解 可是身体还是比较 还要重视 然后保重身体 保重身体 你别这么年轻 你把钱挣了 你身体如果不行的话 也恼火 对不对 是的 我后来的话我也是注意 然后后来包括我后来上班了 自己虽然说创业失败了嘛 后来出来上班 肯定对这块的话休息 肯定是要注重到位的 我也没像之前那么熬夜 或者是对于工作 反正就是该工作 然后该休息休息 没事没事 总体来讲 我觉得我还是给你点个掌 还蛮野 嘴都不过 以后打个假发都行到吗 好好好 开玩笑 你自己都比较注重形象 对 你会不会在择偶上 也比较重视对方的形象 对对 就是看颜值是不是 应该大多数男生就是这样吧 这些路上的这些小姐姐 他们如果说出门 也有化妆的这些是吧 所以说每个人 他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对 所以我也不能完全 把我的这个方式去抢 交给任何人嘛 在这种的话 只是说战役方面 其实最主要的细节 还是比如说感情啊 是吧 肯定是对性格呀 以及对父母好啊 或者是彼此之间 然后越来越好 我注重是这一点 不是说广坎恋嘛 对对对 我不可能只广坎恋 那个说的 不个游戏男的 都是只坎恋 然后呢 这个女孩呢 还带了一个自己的朋友 闺蜜过来 所以这两个女孩 你待会自己过去认一下 哦 两个人当中有一个 是要跟你见面的女嘉宾 另外一个是她的朋友 看一下你能不能够 从两个人当中 找到这个所谓的演员 好不好 看一下他们就在那边 男嘉宾能准确猜出 谁是今天的女嘉宾们 她们的见面会如何呢 哎 你好 我是今天男嘉宾 你是今天女嘉宾好 你好 今天女嘉宾是我朋友 哦 哦 不好意思 哦 你对 哦 不好意思 我待后面确实没人穿 哦 没 没事 哦 你好 我是今天男嘉宾 我叫燕恩 你可以叫我强威 强威是我妈妈给我的小名 哎呦 是那种花吗 对 强威画的小名 哦 那没错 嗯 好的 我叫燕恩 燕是燕子 是燕 然后 恩的话 感恩的 哦 行 我去处理了 走吧 我们去吃饭吧 好吧 男嘉宾是做教育行业 外星给人的感觉 看起来都很阳光 其实今天 见到女嘉宾第一印象呢 嗯 其实 可能和我心里面 落差有点大 嗯 嗯 可能我喜欢的 就是那种 嗯 像玉姐吧 也是像那种 嗯 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 可能不是我想的那种吧 周小姐对男嘉宾印象不错 可男嘉宾却对周小姐印象不佳 接下来 她更是找到了编导 男嘉宾想要终止相亲 这该如何是好呀 好 小燕哈 我刚听说是你不想录了想走是吧 嗯 是 嗯 可能第一的话演员的话 不是我想让内心 嗯 过其他的话 对本质上一讲 可能真的是不是我想要的另一半 因为最说的另一半的话 可能是两个就像我讲的那种 走在一起嘛 要合适 那种合适的话 并不是说 完完全是靠长相 但是有那么一个一次 目的性的那种 可能第一次感觉可能不太好 但是刚刚最开始的时候 我不是跟你聊了这么多 你当时跟我说你不是说 就是只是找个花瓶 好看来当女朋友是吧 最主要的细节还是 比如说感情啊 是吧 肯定是对性格啊 以及对父母好啊 或者是彼此之间难越来越好啊 对 你刚刚分析的这么头头是道的 你说样子嘛 是第一步嘛 对 更重要的是要看性格 看两个人未来的这个方向规划 你是奔着结婚去的嘛 你现在怎么想法 跟最开始讲的时候 又不一样呢 也不是说我在这样变卦 因为任何东西啊 就算是第一演员的话 至少给我的感觉就是 比较阳光 然后不要那种 反正看上去 说不下去 我随便指两个小姐姐 其实就 就是我要的那种感觉 你觉得她就是普通的路人是吧 哎呦 对 可能真的不 真的 虽然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咱们都是普通人啊 我们放在街上都是路人啊 对不对 我们又不是明星 又不是网红 那我们都是普通的大众老百姓 所以为什么 你这个时候对对方的要求 又这么高呢 我不是 而且我觉得那个小姐姐 也没有说那种 就是真的是 那种算丑的那种女孩吧 因为我不是她长得丑 只是说 不是我内心的想要的那种 因为对每个人嘛 首先来说 她这个都是父母给的 是吧 不管长什么样子 首先来说 只是说我的责任标准 就我的那第一个演员 我明白明白 对事不对人 对对 但是说到这 因为最开始你也没有明确的 跟我们说 你是想要找哪一种类型的 对吧 是罗莉型呢 林家女孩型呢 这个性感妖娆型呢 这个性感妖娆型呢 对吧 那你自己告诉过 你觉得哪一种女孩 到底是你喜欢的类型 你对哪一种形象呢 是你比较觉得有演员的 我喜欢那种像小姐姐啊 像玉姐那种类型的 玉姐范的是吧 对 然后看得很有气质嘛 然后其他的话 有气质这个东西 他怎么看出来 你跟我分析分析 就像这些 我面前的这两位 我们的编导小姐姐是吧 对对对 就像这种类型的 对对 首先来说给人 第一感觉就是 不光是适合谈朋友 除了说有这种缘分 能够走在一起 就看起来比较有欲望 对 有欲望想跟他们在一起恋爱 是吧 我想 就这种类型的吧 对对对 哎呦你还是挺会看的 我觉得挺会挑的 这两个小姐姐 是我们凡人有喜的编导里面 就是最欲解范的 不但这他们两个人 其实类型也不一样 你觉得哪种更和你的 类型的也不一样 其实就是那两个类型 我都喜欢 不是说我 那你就叫过分了 不是我是说 你拿这两个都喜欢的 我这 我这 我什么车 我什么房我都喜欢的 不行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的 我不是说我喜欢他们两个 我说这种类型的我喜欢 如果说有这种缘分 就是像这种类型的 然后去过日子 然后去如果说有这种缘分 我说这种类型 不是你 我这个要求证一下 你这个逻辑有问题 什么叫做像这种样子的 就可以去过日子 像这种样子的 有可能就过不了日子 这个样子跟日子 没有逻辑关系的 因为我意思就是说 就像择偶的话 我可能是印象中的 就是那种类型的而已 因为男人肯定是 只能要一个 那如果说普遍性 那不就比炸弹还差吗 可能之前因为我 就像读书的时候 可能我世界上扎 因为我之前不懂事 你还敢于成 对那都是过去了 对后面的话 我工作了一年多了 对这一块肯定是 找一个对吧 对余生两个人好好在一起 可能是双父母都支持了 这种感情 感情当中在择偶当中 我真是我也经历过很多 那我作为一个过来人的经验 我是跟你探讨一下 我觉得样子好不好 跟她适不适合过日子 没有直接的关系 往往还会遇到什么呢 可能越好看的女孩 她在生活当中可能反而越挑剔 可能要求越高 因为她本身就是万众瞩目 就是生活当中都是她在选择别人 她也有很多的这个光环和表扬围绕着她 好 这是第一 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 第二 那我是觉得啊 形象好不好 其实有没有感觉 这个一两眼就能看得出来 不过两个人合不合适 那是需要一直 对 你所谓的两个人的三观一不一致 未来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这个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你就能够深入了解的 对 而现在呢 你和这个女孩 只是说演员的时间有了 那可是呢 具体深入了解的时间还不够 那所以呢 我是建议 你看能不能够再继续多了解一下 不过呢我要跟你强调一点的是呢 我现在留你下来 不是强留你下来 不是说留你下来为了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觉得你能够留下来继续多了解 这也是对你自己 对女嘉宾 对我们的节目和第二天所有的观众 大家都负责任 对对对 是 对不对 你赞不赞同我这个说法 我赞同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达成一致了 当然我也希望待会你跟女嘉宾多多了解之后 那说不定你还有意外的一些收获和惊喜 好不好 用时间来回答这一切 好的 好吧 万万没想到男嘉宾对女嘉宾的这个第一印象就把我惊到了 首先他是没有选女嘉宾 他选的是闺蜜 但是在他心目当中觉得闺蜜也不怎么样啊 因为他找到我们的编导说 哎呀我不怒劳不怒劳 那个不死我想咬你的嘛 那个女性不死我喜欢你的嘛 但是你开头来上节目 你自己想想你提的什么要求 工作稳定 对父母好就可以了 对颜值是半点都没有提 现在突然说 哎呀我想要御解型的 甚至还指出了我们的两位编导的这个外形 就是哎 哪种女性都差不多嘛 我要告诉各位观众 虽然我们的编导没有出镜好 我们的编导长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也不是御解型的 是属于温柔软美型的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了男嘉宾对于另一半的要求 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眼控啊 根本就不讲实话 来到节目当中大家看一下 女嘉宾的颜值配男嘉宾难道配不上吗 我认为没有啊 两个人应该说是很般配的呀 那么男嘉宾现在就是 哎呀各种难受不露了 觉得两个人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那走到一起都不行啊 怎么讲呢 太注重外表 而且又在跟编导的沟通过程当中 不讲清楚自己的真实需求 就会造成现在这样一个局面 而且我也同时要指出 男嘉宾你自身 不要对自己有太大的误解 你的颜值和条件就在这里 你不要去企图去想跟 这个条件的女生相亲 他们也看不上你啊 比如说我们的编导 你想跟他们约会 你觉得他们会答应吗 在特派员的一番劝说之下 男嘉宾终于愿意再多一些了解 他对女嘉宾的印象 会有所改变们 重庆本地人吗 对 不是 我是重庆第二大城 是万州的 重庆是万州区的 就也是重庆本地人 对 你不是吗 我也是 我就以为你是外地的 因为你一来说的是普通话 直接说这个 重庆旺呢 有点不好意思 对 因为最开始还是 蛮紧张的来的时候 然后我想问一下 那你这边做 这个做了多久啊 嗯 做了一年了 然后因为我们 平面设计的话 是经常熬夜的 熬通宵的这种 我现在的话 可能要换一个行业 然后我没事 因为工作也是蛮多了嘛 因为这边做的话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还是要做销售吧 因为任何工作的话 从我们都不做销售 我们就是比较 工资比较低 能理解吧 一直就打工 就是多正经 过后重新创业 那你这边的话 是哪里了吗 嗯 我就是重庆人 我知道 我知道重庆人 那我说了 重庆沙平吧 哦沙平吧 那是蛮近的 对 那打比方说 像这个周末 都自己回去吗 都是自己回去啊 就在家里面 对 对 好吧 那我自己的话 是租的房子 然后因为 我可能是 还是要 在我们那边买房子 嗯 因为我爸妈也只有一个 同次的房子 是什么今后要买的 对这块 我现在 因为我是去年才毕业的 说白了 我出来什么 什么都没有 虽然说什么 比如说是什么 商务产品 我不是产品 我是一枚房二枚车 然后 其他的你的存款 反正就是 这种商务 那对 然后 现在我还年轻 你帮到今天 我肯定会给你挣钱 对今后的生活道 总是要靠自己 说白了 对具体的生活道 还是要靠两个人去努力 一个人也是 不够努力的 知道吧 不管你怎么努力 一个人也挣不了多少钱 这是真的 婚姻本来就是两个人一起经营的嘛 我对未来的规划的话是 就是 两个人一起努力吧 因为 因为就是我妈妈和我爸爸也是 两个人一起拼出来的嘛 所以我觉得 就是以后结婚了 就要两个人一起拼 就不能说靠一个人 对 就 就只是这样 对 那对感情呢 就是任何东西也不 物质嘛 是决定这个上层建筑 是吧 我觉得 对 因为我们两个都才毕业嘛 然后 然后 然后我们两个都差不多 所以我就是 对经济方面的话是没有任何的 都觉得 就是觉得 要两个人慢慢拼嘛 因为你说现在有什么也不先删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 对我真的是啥都没有 这真的是 穿成了三五的 那 然后 那你对 嗯 就是彼此父母啊 这种啊 嗯 是如果说 他 他不 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 打比方说 他不同意和我们俩在一起 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呢 我觉得如果父母是不同意 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话 我会先去问父母的原因 嗯 然后再自己想一想 就是想了之后 我们两个人再做下来沟通 那打比方说 你很爱很爱我 打比方说 不是打比方说 你很爱很爱我 但是 嗯 就是你爸妈 因为财力啊 就是他们就不同意 你要怎么办 要怎么做 如果我很爱你 然后在你各方面 我觉得能有以后的话 我是可以走下去的 嗯 但如果我很爱你 然后没有以后的话 我是不会走下去的 对 因为谈以后的话 未来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我是说 你在很爱我的情况下 嗯 就叔叔阿姨嘛 就是不走 就不走 嗯 就觉得你和我在一起没保障 他比方说 但是我很努力 你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啊 然后去改变我们的现状 我会给你 就是如果在我们两个年龄 还严实的情况下 会给你时间吧 嗯 那那像叔叔阿姨 因为你也知道嘛 现在结婚嘛 平时要彩礼 我想问一下 那叔叔阿姨 对彩礼这边的话 是怎么是怎么看待的 但好像重庆这边 是没有要彩你的习惯 对 咱们这个重庆的话 说白了 一般都是女房道具 这是真实 我知道 嗯 但是对这块的话 说白了 现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但是困理的都会有的 接下来我们的男嘉宾 开始了今天的表演 我真的是被他一路上的 惊雷轰的 一阵一阵的 很久没有看到 节目当中有这么敢于 袒露自己真实想法的男嘉宾了 首先就是 他对自己的自述 大概也是因为 没有看上女嘉宾吧 所以他说话呢 就显得比较 说直白一点 叫放肆 说委婉一点呢 叫做直接 他告诉对方说 我是一个三五人员呢 无筹无防无存款 哈 难道这还很得意吗 但是男嘉宾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态度 告诉女嘉宾 你看我一无所有 你还会看上我吗 结果女嘉宾是一个 根本不看重物质条件的人 她觉得我们俩可以一起打拼啊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男嘉宾觉得 还是可以的哈 这个姑娘不爱物质的这种心是非常好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让我觉得非常雷人了 男嘉宾说到 在我们重庆 女孩子啊 都是不要彩礼的 据说重庆不要彩礼啊 哈 你们重庆姑娘都是倒贴的 天哪 这句话 男嘉宾你说这个话的时候肯定是没有过脑子 或者是说这个想法在你脑中已经盘旋了很久了 你一直有这样的印象 重庆女孩子都是不要彩礼的 这本事是很棒的 说明我们重庆的这个社会文明程度很高 我们早就没有这样的漏袭了 但是那一句重庆姑娘倒贴真的太过分了啊 没有要找你要彩礼 难道就是倒贴吗 只能说我们重庆人真的是非常爱自己的女儿 结婚的时候我们也会补贴很多的东西给到女儿 是希望她能够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在物质上不缺乏 你要注意这是父母给到女儿的爱 不是倒贴 你有这样的想法我感到非常的遗憾 难道你认为因你的条件出来相亲还有女生会倒贴你吗 聊天的时候都是男孩子的话 她都是能感受到她是一个上进的男孩子 印象还挺好的 因为她一直在讲她的规划 还有对都是以后的一个想法 经过和咱们这个女嘉宾聊天过后呢 其实觉得她人还是真的蛮温柔的 女嘉宾是非常专业的 我个人是非常欣赏非常专业的男生 周小姐对男嘉宾的回答很是满意 还主动提出去化个妆给男嘉宾一个惊喜 都是因为今天早上 由于时间的原因嘛 出门脚充满 所以说都没有化妆 但是后面去化那个妆呢 都是像 暂时只是一种礼貌嘛 不知道男嘉宾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好啊那刚刚的女嘉宾呢也是去化了一下妆啊 你仔细的看一下 你觉得现在女孩跟之前有些什么变化 哪些地方有化妆 眼睛那里化了妆 然后这个肯定涂了口纹的 对这个就是很显示硬件的嘛 咱们这个女嘉宾 然后她化完妆过后呢 看着比之前是满精神很多 虽然说我不是善于诈美别人 但是其实说实话她是比之前漂亮一些 可能妻子是比之前好很多 其实具体的话还是希望 希望你这边也不是说过得去在于这个外表 只是说我可能从最开始那种其中那种 心里面嘛 只是我自己也没有 你不要有其他意思 对 我觉得你想多了 好想成了你也很不好意思了 对 因为 然后你把过程还搞得那种 好像都是你是那种 你成了个大王来选妃子了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你想多了 我问你的问题 我只是想你纯粹地来赞美一件事物 不是 我知道 我实际上我在感谢她 没有去化妆嘛 这是必然的 你解释多了 反而就把你美的东西变成油了 对对对 是啊 越解释越无 是啥 你都纯粹地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美的东西 发表下你自己的看法 都像你看到一狗 一件美丽衣服 一花一模 一狗倒立 你自己的杂念太多 如果说我去过多的气 说我自己很漂亮 那也漂亮是吧 显得我自己的话不真诚了嘛 当然 他如果说自己觉得还可以 肯定上海是很漂亮 因为后来他自己喜欢你 行行行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 到今天这个时候我想说的是 至少说从今天这个相亲的过程来看 当然你们俩都有付出 也都有自己的重视 那对于小燕来讲 你是今天来之前精心的设计 打扮自己的穿着 对吧 这是对相亲的过程 对我们节目 对你自己的一种尊重 那么对于我们女嘉宾小周来讲 那么在今天整个过程当中 那根据你的对于形象要求比较高 那人家也专门去做了一个精心的妆容的设计 这也是他的一种付出 一种态度 也是他对于你的一种尊重 那所以你们双方其实都有各自 对于对方对于这次相亲过程的一种付出 当然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美的这个权利 但是呢如果是有时候呢 完全以这个为标准 那么可能你就要失去很多这样的机会 男嘉宾的一番话让现场气氛有些尴尬 没想到这时闺蜜突然出现了 因为刚才男嘉宾和闺蜜之间分的聊的那些 我也听了一下嘛 然后还有今天我也作为闺蜜全程也是陪同的 所以说我也还是有些话想跟男嘉宾说一下 我还是有点小生气了 因为就是说有那样说那样哈 因为就是说我闺蜜今天过来和你见面哈 就刚开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觉得你的长相就是说 并没有就是说没有达到他的一个生命嘛 但是我们都是觉得就是说人品还是比较重要嘛 都说看一下内在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话都太过于直接了 因为我朋友他都是比较单纯 就是说作为他的朋友都说听到你说了一下就是有点生气 因为就是说也说希望你以后在说话上面表达上面哈 还是可以稍微就对女孩子嘛还是要尊重一点 还有都是因为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是觉得人品最重要嘛 所以说都觉得后续再结束一下哈 但是都说嗯不是很喜欢你后面就是说的那些表达的那些 当然也不是对你有啥子意见 因为我是作为我朋友的闺蜜 所以说我肯定是要在他的角度去为他造像的 所以说我都是觉得你刚才说话语气上面确实有点太过分了 他的建议很好 我也不会去反驳他说的任何观点 至于他单不单纯呢这个我能看出来 其实刚刚闺蜜那个话也说到嘴边了 可是他没有完全说透 我觉得他更多的想表达的是 那作为你来讲小燕来讲 就像我前面问到你的 你对女孩形象上有比较高的要求 你又有什么样有过人的地方 就是没有啊 就是说比如说我要去找一个世界五百强的工作 是不是 那我希望我的这个月薪过万 那我能拿出什么东西来让别人选择我 我觉得这是可能闺蜜更多想表达的这个意思 对 是不是 对对对是 我承认我自己长得不帅也什么都没有 对 我也没有说我是因为针对李嘉宾 然后 因为我自己只是说 不喜欢上类型的而已 我其实我不是针对李嘉宾你知道吗 虽然说我知道 从现实生活上讲 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能够走在一起然后认识嘛 只是说虽然说 我也没什么狭意识 可能我说话就比较太直了 我知道的 这也不是一件坏事 我觉得你明明没看上他的样子 你如果非要在他身上找一个其他的问题 说什么比如说性格不好啊 或者是说三观不合呀 我觉得这样也不够真诚 小周这边我跟你也解释一下 你也不要生男嘉宾的气啊 包括闺蜜也是 我觉得小燕也是 你们都没有谁错 都没有错 只是说有一些问题 可能需要你们下来再去思考 因为本来呢咱们节目 还是有个仪式感的东西 就是有一个选择的环节 当然我觉得因为刚刚闺蜜的突然入境 那么把这个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也说了很多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再去做一个选择 又有点流于形式了 所以其实双方什么样的态度 最后什么样的结果 你们包括大家也都是一目了然了 那我觉得不妨我们在这儿 就结束今天的相亲了 谢谢你今天能够来见我 这是第一点 其他的的话 其实你闺蜜也说的挺对的 但是可能我给你们的错觉就是 我太在乎那种颜值了 但是这个只是一种错觉 我不是完完全在乎形象 其实这个也不是重点 虽然说我们今天应该选择的话 虽然说我们没能够在一起 但我也希望你以后的话 找个对你好的是吧 然后颜值的话 因为如果说真的对你好喜欢你的 不管你长什么样子 他都会爱你的 只是因为我过于对我自己 心中的那种选择 可能没能够在一起 对也没什么其他意思 但是最重要的是也感谢咱们的 这个反映游戏这个节目 真的我觉得是蛮好的 不愧为金牌销售 任何时候都在帮我们顶题 我觉得还是更适合 跟男嘉宾做朋友一些 最后咱们握个手吧 好不好 还能做朋友吗 其实大体上 他也是需要找一个 有责任感 然后反正就是 他的理想化的 反正也是蛮好的 反正总之来说 李嘉宾都是非常好的 如果说你们有这种 想法的是吧 可以参加咱们这个反映游戏 然后去和这个李嘉宾联系 都是整个了解下来 觉得男嘉宾 还是更适合和我做朋友 都是不太适合做情侣 最后还想说一点点 都是关于男嘉宾 对我闺蜜的一个评价 那一点我是很神奇的 因为我觉得他自己自身 长得也不是很帅嘛 而且他说他才23岁 但是他23岁都已经突了 都是可是儿子 他后面15岁 还是会是个什么样子 对 好今天节目即将结束 我是金刚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表现 男嘉宾确实令人很遗憾 他让我们看到了某些直男那种 比较糟糕的心思 其实我特别想说一个观点就是 很多年轻男孩子都没有意识到一点 就是这可能是你一生当中 最能够得到女孩子真心的时候 他们不计较你无房无车无存款 不在乎你一无所有 也不在乎你的落魄寒酸 你可能带他们去吃饭都不能去那种像样的馆子 但是就凭一颗真心跟你在一起 陪你一起打拼 但是呢 他们偏偏不会珍惜这样的真心 他觉得我就是一个应该得到鲜花的人 但是自己是什么呢 却没有去细想这个问题 顺便说男嘉宾真的是要好好努努力了 你看你的头发已经不等人了 如果你不能够好好地端正你的这个相亲的态度 好好反思一下你今天说的这些雷言雷语的话 我相信你在单身的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